如果死亡是一趟旅行 你会如何规划这趟人生最后的旅程呢 为了让人正视临终关怀 香安集团特别举办一位爱 让他好好走 交点对话及媒体招待会 并邀请了在临终关怀里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讲人 分享心得 我发现到其实每一个临终病人 他注重的成分有三大部分 一个就是临终前的照顾 一个是照理的安排 另外一个是生前的医院 我时常都会听到临终病人说 我不怕死可是我不怕痛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疼痛治疗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注重的东西 那他要急救吗 选择急救还是选择不急救 我发现到很多时候 病人一婚离了之后 所有人都会overrun他的decision 大部分都会觉得说 站着的人 就我借用黄炫医师所讲的 昨天才讲的 站着总共的人 通常都会决定 躺着的人 到底他神明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我们很难过的 因为你抢走的是他的军业 他也表达了 如果他想要怎么离开的话 那请好好维护他的重点 电台主持人刘美慧在现场分享了一段 他和爸爸生前的一些对话录音 有点什么是你没有得 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要带着他有安全感的 你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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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下课的他 终于重莫了自由 终于可以开完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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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然后活着的人有一种执着 我们总是觉得明天会更好 这是必要的我觉得 因为我们还要活下去 但是对于一个快要走的人 他其实已经用他最大的无据和勇气 去承认 接受 我快要走人了 我已经准备启程了 OK我要去旅行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那种 我们不可以没有希望的 我们不可以放弃他 我们要正面 正能量 我觉得这一套方法不是 去到每一个街道都管用的 我个程度我们要听他们讲的 他们讲出的语气可能是 在你眼中 你消极对不对 但是其实他是用了最大的勇气 去消化了这件事情 他告诉你 他想怀你死一楼 他可能讲出来你听得觉得他是消极 但是其实你要你要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想 你要走他想要走的那个方式 让他舒舒服服的 作为一名急重症科医生的黄轩强调 除了专业知识 他与其他家属一样 拥有生理死别的情绪 当你带妹子在说爸爸的时候 为什么爸爸 每个人都爸爸 没有爸爸 爸爸我会不会出生孩子的世界上 我记得我爸爸得到疼病的时候 我跟他说一句话 爸 相信我 我不会难以痛苦或死 他对这个儿子有信任 但是 爸 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次 当你生意到尽头的时候 我不会在你身上 因为 我在台湾 我还有千万个人 你需要处理 我凭乘千万个人 必须走过他们的 所谓的生命的终于一刻 但是爸爸 我可能在世界上 没办法跟你在一起 我爸爸 我记得讲 爸爸很 很很 当我一个父亲母亲 对子女的教育 我是说生理的教育 这种教育 就像妈妈的教育一样 这种生理教育 是让人家非常非常 耿耿的自己期待 妈妈只说 我知道 我因为当你痛苦而死 我更希望 你不要因为我 往生的那一天 放弃了家务病 人不管 让他们继续痛苦而死 我请问 有些如此 因为生命 如此的答案 我想应该都是如此 年仅36岁的郑敬林 被称为天使义工 身患末期癌症 却依然愿意向大众分享 自己面对死亡的规划 与感受 其实有时候 很想跟朋友们讲 加油这两个字呢 可能对现在的我来讲 真的起不了什么作用 反正我希望我的朋友们 那就 不妨多一点跟我谈谈 我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日子 还是 只要他们有一句话说 不用怕 有我在你身边 其实这些话可能对我来讲 可以跟讲开心 善中 顾名思义是一个美丽的终点 死亡可不可怕 这似乎你用神的心态去面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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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